西式的食物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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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式料理 簡單 快速 加上又不貴 但我今天來教大家做兩道不一樣的下韭菜 我會怎麼去注意它 我會先把它分兩段 從這邊把它剪開 其他兩個口感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把它剪開之後 你就可以吃到兩種不同風味的肉在裡面 它這邊是不是還有一個關節 把它折斷 然後讓它不會縮起來 然後我現在用兩種 不一樣的方式來去腥 第一種方式呢 我會先用鹽水泡它 它是屬於比較美式的去腥的方式 雞翅也會產生一點鹹度 用這個方式來用炸的 泡大概20分鐘 那 身為一個名廚呢 一定要搞第二個 去腥的方式 我會用燙過的 為什麼你煮的 去腥方式不能用炸的 因為它煮過了 你再炸下去炸 你的肌肉呢 就會過度膨煮 它變了顏色之後就好了 大概50秒左右 好 這個部分呢 我們就要用來滷的 剛剛是不是有斷筋 有折到 所以它是直挺挺的 那我們現在處理齁 蔥白的部分切斷 薑片 一點點 蒜頭可以準備多一點 那我們拍碎之後 等一下那個皮就會很好去 是不是很簡單 來我們這時候把雞翅放進去 我們的火候 準備來小火 裡面先不要有東西放進去 然後這時候我們把 我們剛剛處理好的辛香料 一樣擺上去 可以大概 攪拌一下 雞皮表面還是有一點點的油脂 它會跟這些辛香料產生作用 香氣 它就會慢慢的被釋放出來 然後炒的差不多之後 我們來加料理的米酒 所以我這時候開大火 讓酒 揮發一下 讓雞肉可以混合到辛香料 還有酒的香氣 好我們現在來看鍋子內的情況 酒都開始冒泡泡了 酒精也開始揮發了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開始來加可樂 可樂的話我們把它醃過去 所以我們這時候加一點點的醬油 可樂的甜度加上醬油的鹹度 其實它是非常合的 然後這時候我再加一點點的油膏 油膏也是為了要讓它第一好看 第二加它的濃稠度 接下來呢我們要用一點點中藥的香氣 來增添它不同的風味 讓它層次再拉高一點 所以呢我這個要準備我的香料包 甘草啊八角啊 桂皮啊炒果啊 像我這種大廚 我們都會自己調滷味包 為了這種普羅大眾 建議你們就是去買滷包就好了 然後我們這時候把它轉小火 冒泡泡就好了 那你要用小火 它的味道才會吃進去 來我們剛剛是有青蔥的部分 那我們很簡單 摺棒 這個作用是增加它一點點清爽的味道 小火滾大概20分鐘 只是在等待的時候呢 交出另外一道菜 每次炸雞翅的辣椒醬 那我的版本呢 我是會用進口辣雞翅醬 你買到也可以啦 但是我覺得你買不到 呵呵 我們這時候加辣椒醬進去對不對 這時候我還會再加一點點的黃芥末 讓它的酸度可以更溫和 那甜度的話呢 我比較不喜歡太無聊的甜 所以我就會選擇用果醬 你喜歡就加 不喜歡就不要加 這沒有關係 那我還會再加一點點蜂蜜 你會覺得說為什麼要加這麼多對不對 因為我是民俗 所以我一定要把口味用得非常複雜 吃起來你根本不知道在吃什麼就對了啦 再加一點點的Tabasco 增加一點點它的辣度 我們先攪拌一下 攪拌完之後呢 我們要來嘗味道 哇辣 好這時候我們要來炸雞翅 大概20分鐘了 20分鐘了 記錄 20分鐘了 這時候我們把雞翅拿出來 炸東西要脆 你一定要讓它減少它的水分 所以我們一定要先把它瀝乾 鹽巴 一點點的黑胡椒 匈牙利紅椒粉 如果沒有的話不要加 我喜歡有點孜然的味道 所以我會再加一點點孜然粉 這時候呢我們要用萬能的雙手 不是只有晚上用得到 抓醃一下 這樣就好了 那我們大概放置在空氣裡面 放個一分鐘 那它可以吸收味道 同一時間讓它風乾一下 那我們等一下去炸了 它的皮會比較脆 通常你們會用這種鍋子來炸對不對 我喜歡用比較 提花的方式來處理 所以我現在準備一個炸網 來我們油溫大概 控制在185度左右 然後炸呢 炸到它表面酥脆就好了 所以如果你用比較低溫方式去炸呢 它會柴 它的汁就會跑出來 高溫去炸 讓它的皮脆 內還是嫩的齁 這時候呢 我會再把它拉出來 我再把油溫調到最高 這時候大概是200度左右 我等油溫到的時候再下去 讓它外皮可以更酥脆 我們炸好之後 我們把它滴一下油齁 它裡面大概只有8分熟 那我要讓它用余溫讓它 到全熟 來我們這時候找一個容器 我們把雞翅放進來 然後我把它放進去之後呢 我會把我剛剛調好的醬料 淋上去 廚師的福利試吃 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好 不要忘記我們還有另外一道菜 那這道菜呢 其實這樣就OK了 我會找一個平底鍋 然後我會把這個醬汁呢 放在這個鍋子內 然後呢我會開大火 我會讓醬汁收一下 然後再把雞翅放進去 拌一拌 它的色澤跟顏色就會變很漂亮 其實你只要跟著我的腳步 跟著民俗 我的腳步 這樣走 其實你在家裡啊 也可以做出像樣的菜色 好不好 那我們下次見 我要繼續吃了 掰掰 請問一下 可以吃嗎 你也算是嗎 要去吃嗎 那我可以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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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去吃嗎 那我可以吃嗎 要去吃嗎 你會吃嗎 感谢观看